出口订单畅望 货柜航运马不停蹄 凸显全球经济动能回升 民间首开第一枪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2021年GDP数据 预测今年GDP5.03% 比预约预测的4.3% 提高0.73个百分点 更是国内民间智库最乐观 第一个是低机器 第二个是美中G2表现得很好 第三个是科技业的5G 第四个是很多国家的基础建设 第五个是台积带动了投资草 所以文机起舞 我们就把经济上修到了 可能全世界如果付出的脚步更快 不排除在进一步上修 学者形容今年景气是文机起舞 民间消费强劲 制造业热络 台积电扩大投资力道 自动训产业布局5G 承起今年表现 从金融市场行情也看到端倪 台股22号爆出6000多亿巨量成交值 反弹回跌一度让外界担心 不过23号加均指数 由电子股半导体领军 开出漂亮的阶梯反弹 占上17300.27点 上扬203点 成交量4542亿新台币 包括台积电回到602元 鸿海大力光也同步收红 距离后市展望到底如何 国安基金操盘手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 这么看 很难预料说 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只要台湾的基本面在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想这个投资人自己 每一个都一把尺 我觉得台股目前万七 我们没有看到过热 就我个人的看法 台股我觉得还是跟基本面联动 台湾的基本面不错 那我们不排除未来还有高点 不过还是要跟股 看国际股市的这个部分 台湾今年GDP有机会突破5% 不过学者也提醒 未来景气前景仍旧还有不确定性 包括疫情反复 疫苗有效性受到关注 金融市场动荡 以及近期的原物料价格 粮食价格走高 可能引发通膨疑虑 都需要持续观察 新台阶史胡宗汉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